嗨 兄弟们 欢迎收看本期的主日叫 我是你们的脚是否看我身后这个字了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广汽传奇的GS3 这是全新一代的车型 将在今天正式上市 目前网上给到预售价是8.88万元起 那么看到这款车 它的真正价格是多少 OK 跟随我的镜头进到场 眼前这一款都是GS3 它叫这一代叫影速了 这一代车型它是有两种外观的 这个场地当中应该是展示了两种外观 先看车身颜色 这是一个灰色 非常战斗 你可以看到它的前脸是采用了这种几何图形的 其实这个样子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非常年轻化 包括它的车轮 这种风刀式旋风式的轮圈样式 太nice了 这车就感觉是数字几何都堆在一起的 那么一个设计 它的中网是采用了直布式的 这个现在有一种那种座椅 就是木制座椅可以折叠的 那很有设计感 它这个造型和那个很类似 它的日行灯 三角形的 车身侧面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 神伏制的车顶 车尾 非常的漂亮 是不是 下方的是隐藏式排气 但是它这个装饰口 也是采用了这种直布式的 这是一台灰色的 好看好看 这是它们的广告色 具体叫什么名字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可以看到 它的运动的话 是在前脸 这有橙色的一个装饰条 下方也是有一个风刀 这一般都是改装车 才会有的这么一个设计 车身侧面 车顶的行李架 有橘黄色的一个装饰 然后地柱这块呢 也有一个三角 长色的 车尾 就是它的后杠了 带有非常夸张的空气扩散器 以及 这个大排气 这里面 带有排气发门的 应该是有声浪的 OK Nice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座舱啊 是采用了这种 非常有设计感的一个联屏 电子排挡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是采用了水晶的 这么一个造型 好看好看 座椅 看一下后排 这个后排座椅被放倒了 看一下这个吧 光线是吧 有点暗 这个后排座椅是没有问题的 空间 OK 坐进来感受一下 对付空间 这个前排座椅调太靠前了 这个座椅后面呢 是有两个独立的口袋 下方呢 有个大口袋 还有一个灯光 看一下空调充风口 下方呢 还有USB接口 最主要是 它这个后排 脚步空间是平的啊 这个好啊 赞 赞 哇 这个现场怎么那么多妹妹们 今天杭州的气温还是OK啊 我刚到杭州的时候还下雨了 现在 OK了 哇 哇 这么多妹妹们 您注意到速度版本 其中 进制版 8.58万元 进翔版 9.58万元 进制版 10.58万元 R style版 11.18万元 满面轰光的我在这里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这款车呢 终于上市了 它的起售价呢 8.58万元 要比之前的预售价呢 又便宜了3000块钱 那更重要的是 它的运动版本 R style版本 11.18万元 那么这个价格呢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那首先这款车 它是一款小型的SUV 那原先的上一代版本 有很多不利因素 或者是大家觉得 不怎么样的地方呢 在这一代车型都进行了改进 都进行了优化 首先它的外观 非常的醒目 而且非常的讨年轻人的喜欢 尤其是它的机甲风 甚至包括它的 整个车身的一些细节设计啊 非常多的折线 非常多的几何图形 那再有就是它运动版本 它的声浪 还有它的赛动模式 以及弹射起步模式 都给到了消费者 那么这款车呢 是搭载了1.5T巨浪的动力 匹配的是7速的 湿式双离合 百公里加速啊 是7.5秒 就眼前的这一代 我个人觉得啊 要比上一代更有竞争力了 那可以看到 目前这一代的车型 新一代的车型 和市场的同级别当中呢 这款车 它也有非常高的优势 那整场合同当中 也会用了一些场景来带入啊 就是很多人就是说 10万元以下 是到底买电车好 还是买油车好 那么这款车有颜值 有动力 有配置 落地的话 不到10万块钱 就可以搞定了 那这款车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我个人觉得 还是值得关注的 值得推荐的 OK 那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 我是你们教师 我们下期再见了 有苏大麦